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这个主题 它叫做Power BI 做大数据分析 我们有两次的课程 两次 每一次三个小时 也就是说这个礼拜我们上三个小时 然后下个礼拜我们上三个小时 Power BI 会上一些不太一样的内容 什么叫不太一样的内容 因为大数据分析真的是在各行各业 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重要大家想要了解的课程 好 那这个课程呢 它可以带给我们哪一些惊喜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藉由这个课程学到什么 好 那当然呢 我们可能就是要跟各位逐步来去介绍视觉化分析这件事 那可能先请各位同学现在应该有看到範例跟讲义下载 我先做这一块让各位去了解一下 我们等一下哦 要用这个翻例 以及在我们桌面上已经帮各位装好的Power BI来跟各位一窥视觉化分析 由于这是我第二次来锦文科技大学 我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姓孙在哪里呢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欢迎各位老师或者是同学学生 你们未来如果有兴趣对于生物医学资讯研究的话 其实也可以再欢迎到我们学校来去继续攻读硕班 好 当然未来再读博班 我目前是在国立阳明大学继续专研我的那个生物医学的研究 我的研究是在RNA的部分 好 希望有朝一日把我本来是一个资讯工程的一个背景 跟生物医生互相结合 能够对癌症这个议题呢 能够或多或少一点点帮助 这是我的一个理想跟目标 我这边有放了我的YouTube的一个QR Code 欢迎你们如果想要搜寻上一次我来锦文科技大学教了哪些内容 我的范例等一下我们上课要用到的范例呢 我是放在网路上面 所以第一件事情请打开Chrome 打开Chrome 我放到我放置的位置是在云端硬碟 好 所以请打开Chrome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稍微注意一下输入的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里面 我从那个时候我写的白板上了 因为这个网址我自己都连不进去了 我的意思是说点这个Chrome 点这个Chrome 然后接下来在网址的地方 输入httpx-go.gl-ytz 大写的r小写的x大写的t Enter 然后接下来呢 请往下去找 请找这一个课程好吧 请找这个从Excel到Power BI 做大数据分析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办例下载 好 为什么找这个课程呢 因为这个课程比 因为我们现在才上六个小时 那其实大数据分析的内容非常多 我觉得至少可能要上到 如果说真的就是到单位去教 可能要开到十天 如果在学校里面要更扎实的学 那要开更多个小时 好 这个是已经 我去另外一所学校 花就是很多时间 你看像我给你们的讲义 一百多页 一百多页 我都害怕图尽量缩小 所以麻烦请到这个地方 从Excel到Power BI 做大数据分析 这边有一个范例下载 请点它 然后请先选择 这里面不是有很多个范例吗 如果你有兴趣回去看那部影片的话 那你可能每个范例都要下载 例如说包含文字探勘 你都必须要学会 那我们现在呢 要请你下载的是这个超市范例 不要下载错误 不要下载到别的日期 因为有很多日期 他都已经写好了一些函式 因为今天我预计 要花一个小时 要跟你们分享 里面最复杂最困难的函式 所以请点这个超市范例 点它 这个超市范例 这边左上角有一个范例 下载这个下载 然后下载好这个范例 在哪里打开 在哪里呢 它会放在我的文件 这个下载 如果您用日期来去做排序的话 原则上应该会在最上面 最上面 今天 咦 跑去哪里了 超市范例 2017 4月25 这是那天的下载 重新整理一下 然后重点就是这个范例 麻烦请把这个范例下载下来 因为不要开启它 你开启是打开Essal 我们今天不交Essal了 上一次我们是从Essal开始交起 从Essal交到Power BI 今天 从今天我们全部都是在Power BI 来去让你们了解 什么叫做视觉化分析 好 所以就麻烦请你们打开这个 然后请你们下载就好了 好 那麻烦请各位现在动手做一下 现在是我的画面嘛 现在是我的画面嘛 我们在桌面上 桌面上已经帮各位装好了Power BI 那我简单的还是要说明一下 假设你今天你回家 你要去找Power BI Power BI Desktop的下载 这边要请各位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好多同学后来都问我 Power BI我打开是英文版耶 为什么不是繁理中文 好我要告诉各位原因 是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今天输入Power BI Download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 微软公司的官方网站 然后点下去之后呢 点下去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下载 它会自动去辨识你的作业环境 是繁体中文或是英文 有时候嘛 它可能会辨识错误 所以这个时候呢 建议各位是选 不是选这个下载 因为我们是不是要看到 我们是不是要下载 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 这个桌机版 应该要知道它有手机版 它还有像server版 Office 365 去做一些什么 内部部署 甚至它有什么 Ecell Power BI 好 那重点我是要跟各位分享 这个Power BI Desktop下载 这边有个进阶 进阶 如果你的画面是英文的界面 它这边就会出现 Advanced Advanced 这个单字可能要知道 因为download 你本来一定都知道 好 点它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麻烦请你 一定要切换到 Tranese Traditional 因为很多同学 他在这个地方 他在这个地方 切换之后 他再点download 他才能去下载 那下载什么呢 这是三十二位 这是六十四位元的繁体中文 Power BI的执行党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我现在我就直接关掉了 我就假设各位都已经有办例档案了 接下来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要打开Power BI 那这个Power BI Desktop 尤其在第一次开启 它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当我们现在打开这个范例的时候 打开这个软体的时候呢 它会希望说你去做一个登入 登入什么呢 像例如说可能我们就会以学校这个单位为主 然后来去申请Office 365的适用 不过建议各位就是说 因为那个适用只有三十天的期限 之后你就必须要每个月 例如说花一笔钱去交给微软公司 你也可以选择不要登入 那你说要登入跟不要登入差在什么地方 差在很多地方 例如说协同作业 大数据分析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做的事情 要结合各个精英一起来去做 好 所以协同作业就不能做了 Server板也不能用了 Office 365你也不能使用了 好 所以不能做这个协同作业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 也不能做一个发布 发布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观看一下咯 这样子是不是就直接进入 Power BI Desktop了 接下来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 一定是先做这个取得资料 这个取得资料的隔壁有一个叫重整重新整理 有看到假如说您今天你的那个以色谣案有扩增 扩增可以了解吗 假设我今天我那个以色谣案我的资料本来只有10万笔 现在变成20万笔 记得不用再做取得资料 只要做重新整理 这是使用大数据分析很重要的事情 后面所有的分析全部算完 只要按一个按钮 你们说这件事好不好 很好吧 所以这件事一定要先让你们知道 这就是Excel做不到的 可以了解吗 Excel苏牛分析 它是不是有重新整理的概念 就像现在大数据分析 是一样的 好 第一件事情 打开Power BI没问题 接下来是不是要取得资料 所以请点取得资料 当我点了取得资料 这个上面这按钮 它就会出现全部啊 档案性质啊 资料库啊 反正看您的资料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那例如说 当我点下面这个取得资料的时候 它这里有很多种 形形色色的一个取得资料的方法 对不起 我不小心按到 好 有来自于Excel 有来自于Power BI Server 就是人家已经做好 放在那个Power BI网站上 你直接去下载下来的 或者是CQ Server 这个SQL 这个SQL Server 应该是我们到时候去业界 最频繁连线的一个资料户系统 好 那还有就是什么 不想要各位知道一些GA Google Analytics 还有JSON格式 或者是CSV的格式 好 这些都要知道 甚至还有XML Wave 好 那这边还有更多 更多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个画面 好了 因为我给各位是不是Excel档案 所以你可以点取得资料 然后Excel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点这个 刚刚我是不是放在下载里面 下载了这一个范例 好 然后点选 开启 因为里面可能会有 不止一个工作表嘛 像我已经给各位这边有订单工作表 然后退货销货销售人员 好 基本上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订单 我们 我们假设现在先开一个工作表 一个工作表就好了 你可不可以同时开两个 可以 可是我要教你另外一个观念 我可不可以不同时间 开工作表 可以 听对懂我的意思吗 当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还有另外更重要一块 我有用到的资料 才把它叫进来 建模组 叫做资料事迹 有用到的才叫进来 假设我们今天做订单 我要调查 我要跟那个国际 国际 例如说金融产品的价位波动的关系 你可能还要调查 例如说警戚灯号的关系 这时候你是不是调好多资料进来 可以吗 不同时间我们可以把资料 挥进来 这也是它的很大的一个特色 以色列就不能做到这件事 好 所以我们先开第一个就好了 订单 然后点选 再入 再入之后呢 它主要就是说 先把这个资料工作表叫进来 你怎么知道叫进来 在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订单 本来这边是空的 现在就多了 订单 跟什么 这是工作表名称 这个是栏位名称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看一下 第一打开Power BI 第二 取得资料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去思考咯 就是可是我这个时候可能要再叫别的资料 假设经过了三天五天 我又有别的一个议题 我想要再把其他资料叫进来 这时候可不可以叫进来 当然可以 例如说取得资料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点Excel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有刚刚那个范例 可不可以连到别的范例档案 当然可以 好 我还是开箱头这个档案 然后点选开启 然后接下来 我订单是不是已经叫进来了 需不需要再叫一次 可不可以再叫一次 当然可以啊 你就变成什么 订单二了 好 可以哦 可以 好 接下来 我当然现在我只要开退货 以及销售人员 所以勾选这两个点选 载入 好 这样我就把资料 载入进来了 这样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订单 有退货 有销售人员 因我们现在 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需要的资料表 然后把资料叫进来 好 请你们继续动手来做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就要跟各位来分析一下 如何分析咯 我们在分析之前呢 可能要请各位先确定 这些资料进来 不可能刚刚好 什么叫不可能刚刚好 我们先了解一下 这边有第一个 各位应该要知道就是 我们现在谈的是大数据分析的视觉分析 视觉分析在这里 所以目标在这里 对不对 好 可是我们可能会有 很多人习惯看资料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第一个叫报告 视觉化报告 这个名词 我希望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叫做仪表版 这个画面就叫仪表版 然后接下来 第二个叫资料表 这是各位都知道 举例来说 我想要去看订单资料 那例如说 我想要去看退货资料 有看到退货订单 然后再去看什么 这个销售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个订单 它是不是帮我把这个栏位 都对应好好的 可是这一个 这个叫退货 点一下退货 你有没有发现 退货这边 column一 column二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部分 改名叫做什么 这个跟订单里面 应该叫做订单ID 对不对 这应该要改成一模一样的名字 可以吗 就是这个部分 不应该叫做什么 column一 应该叫订单ID 那这边应该叫退货 那接下来销售人员 这边应该叫做地区跟地区经理 有看到哦 好 所以我现在要请你们稍微知道资料 资料就是看资料表 是大家都知道资料表 好 那资料表呢 在这个地方 有发现 它为什么不会帮我向订单啊 订单 了解说 这个是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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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是记录 而这一个 这一个叫做销售人员 你有没有发现 它根本就无法区分出来说 谁是标题 谁是记录 那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地区跟地区经理 我要自动让它判断 变成应该叫标题才对 这不是记录吗 这应该是标题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我们是不是要学会编辑 你看哦 在首页 首页下面 你看这边只有两个功能 有看到吗 两个功能标签 其实大数据分析 不是为了要请你学很多很多的一些功能 就只有query 资料铺 我们几乎后面都爱学query 好 跟什么 视觉化效果 就只有这两件事 那所以第一 我们点 就是我现在是不是要编辑这个资料表 编辑销售人员这个资料表 然后点选首页底下的编辑 编辑 这边上面这一个 这个是常用的 就是这里面不是有很多功能吗 这个是常用的 好 编辑什么 我们现在要编辑 退销售人员 销售人员 销售人员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整个资料表 这左边有一个选项 这左边有一个选项 基本上我都不太教你上面的功能 上面功能其实用到的频率不高 基本上都是直接在资料表里面去找功能 找什么功能呢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这样就做好了 可是你可能要知道一件事情 为什么他刚刚没办法自动区别 因为哦 因为他认定的一个标题列的属性 就是每一个标题应该都是文字 这个是文字 这个是文字 那记录呢 记录的一个变化性 可能是有日期 可能有文字 可能有数字 各式各样的属性 都会有 好 你看一下哦 在订单里面 订单你看是不是每一个 是不是都是文字的性质 那记录呢 是不是有阿拉伯数字 有日期 有文字 可是刚刚这个地方 销售人员 有看到这是文字 这一列都是文字 这记录内容全部都是文字 他就以为说 你是这个资料表 没有标题列 所以他就自动的赋予给他 Colum 1 Colum 2 所以记得我们贿赂资料进来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形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记得就点选什么 编辑 首页底下 是不是刚刚有一个编辑查询 点选编辑查询之后呢 记得销售人员这个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那请问退货呢 那请问退货呢 退货是不是一样 所以点选他使用第一个标题列作为标题 这个时候请问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些修改 记住做完修改之后 我们要点关闭并套用 因为我现在哦 我是不是打开一个叫查询编辑器 并不是原本的Power BI那个视窗 所以我必须要关闭并套用 好 所以直接点他 你现在再去看一下 订单正常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退货正常了 退货正常 再接下来第三个是什么 销售 销售是不是也正常了 好 请你们先完成资料的标题列设定 好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观看一下哦 首先在这边是视觉 就是仪表板的部分 这个呢 资料第三个就是关联 您看这个图示就关联 而且很棒的地方哦 很棒的地方就是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表里面的 某一个栏位名称 跟这个资料的某一个栏名称 它已经建立关联 我建议各位 当我们谈到关联的时候 最好是把那个栏 就是资料表 资料表里面栏数 最多的放在中间 例如说 这个订单 它总共有几个栏位名称 是不是很多个 有没有比销售人员多 跟有没有比退货资料表多 有嘛 所以我们先把它摆在中间 然后接下来呢 你去看一下 我油标移过来的时候 移到这条线的时候呢 你有没有发现 它会告诉我说 销售人员的地区 跟订单资料表里面的地区 它其实已经建立好关联了 而且这是电脑自动帮我们建的 那这边是不是有个订单ID 是不是可以跟这个订单ID建立关联 好 油标移过来 有看到吗 您千万不要刻意想要把这条线翻上来 翻到这地方 翻不动 我觉得这边它做这个关联的呈现不是很好 好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油标移过来 有看到啊 这个订单ID 它是1 它跟什么 它跟订单里面的订单ID是多 这个是多 多看得出来吗 这个新字号 好 这是1对多的关系 这样我们关联就建立好了 有一个根本就不是你建的 建立关联怎么建立 就是直接按住它 拖曳过来 好 不要这个关联滑鼠右键删除 它在线上面点删除 要在线上面点删除 用右键点删除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就是把这个关联进行好 怎么建立 按住它 拖曳过来就建立关联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建立关联 很单纯就是拖曳 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要进展到是一个订单 订单的一个分析 请问一下嘛 你看一下哦 我刚是不是介绍就是说 这个关联我是不是把订单拉到最中间 一定是以订单为核心的分析 如果说你今天你是一个老板 你会希望从订单上面看到什么 你就开始要去写了 尤其我相信像我们学校 其实我也只认识你们学校的 那个国贸系的林鸿宇老师 就是你拿这个资料给他去看 他就会告诉你说你要分析什么 或者是我们这样想 老板 如果说你现在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你掌握了就是说 假设你去全大陆地区 然后开了很多间超市 请问一下 你现在拿到订单资料 你会想要分析什么 你是老板哦 你现在看到这些东西 你想要分析什么 请问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嘛 你要知道你要分析什么 然后逐步的去带出来 举例来说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我有很多很多的栏位 我有很多栏位 可是栏位通常只能做次数统计 所以栏位比较少分析 而是透过这个前面有Sigma的 前面有这个Sigma 我们来做分析居多 举例来说好了 我们通常会这样子来去做分析 就是说 这边是不是文字的栏位 然后这个 请问行ID 它是属于文字还是数字 它在我们做资料管理的时候 一定是文字 没有人去分析 那个你第一行是什么 第九行是什么 比较少人这样子做分析 我们这个行ID 了不起就是去算什么 总共几笔记录而已 再来 请问日期是文字还是数字 日期为什么是文字 一样的概念 我们只会分析 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的销售是多少 哪一季的销售是多少 可以了解 没有人想要去了解 总共几笔资料是哪一天有几笔资料 比较少人会分析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哦 这个神啊文字 文字那精维度呢当然也是文字 好 这都是为了我们去画去做地理分析的时候去呈现出来的 那这些 这些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请问你销售额就一定是数字咯 利润一定是数字 销售数量绝对是数字 成本绝对是数字 如果说出现这些就绝对是数字 那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几乎都是什么 怎么分析 这一个文 这些是不是很多文字 文字挑一个 数字挑一个 来做分析 举例来说好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分析说 各年的销售额 所以是不是用一个订单日期跟什么 销售额是不是就可以分析出来这件事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分析 主要客户 主要客户那是不是就以客户名称跟什么 销售额是不是就可以分析出来了 通常我们是这样来做分析 但是还会有很多很多个 很多很多个文字搭配一个数字 例如说我可以不可以分析 那主要客户在各年 对我们公司的销售分析 那是不是就两个文字栏位 搭配一个数字 请问一下 假设这边 这边总共几个文字啊 1 1 1234567890111213141516 C16取1乘C4取1 喜欢等于多少 64 对不对 那C16取2乘C4取1 算一下等于多少 反正总而言之 是不是最后结论 是不是可以产生很多个统计表报表 但是每个统计报表都要算吗 未必 对不对 而且 而且 这边订单日期 有时候我们要分析各年的资料 有时候你可能会衍生 会不会衍生出 我想要算各季的比较分析 我会不会有衍生各月 甚至我还可能会衍生说 今年跟去年的同期比较 哇 那是不是有各式各样的分析 淡季跟旺季的比较 可以了解 纵使是一个 纵使是一个订单日期 它都可以再衍生好多种资料的分析 所以大数据分析这边 我们可以分析太多了 但是 但是 一定要请你了解 最重要的分析 举例来说什么叫最重要分析 请问主要客户 主要客户算不算是 在订单里面的主要分析 资料你不会分析 是不是很可惜 听得懂吗 我们在讲大数据分析 纵使我今天我天花量就教了一大堆一大堆的程式设计 好我们现在赶快开始学R 学Python 你没有分析的头脑根本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 你只是觉得说学完了R又怎么样呢 半年不用 不要半年了 我跟你讲一个月不用你就该忘的都忘光了 那是没有意义的 可是请你请你务必要务必去跟那些财经的老师去询问分析什么才是重点 因为将来这些都是很务实的 你就业的时候就是要分析这些东西吗 好那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就可能以订单的角度为中心来去分析说 例如说主要客户主要产品 甚至甚至我们还今年去年同期都比较这些都要跟你分享 我们就先做第一件事好了 我们大概已经知道要分析什么了 好第一个我们分析 我们先教你各年分析好了 各年分析 因为大数据分析还有一件事就是探索 探索不晓得各位理不理解 探索就是说我们要继续往下研究 好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各年的销售 好那既然各年的话我们是不是打开我分析资料的习惯是这样子哦 首先我们先决定好我要的那个图表长什么样子 我要直条图还是折线图 例如说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第一个选到这个直条图 我选好直条图了 你可不可以分析折线图当然也可以 可是如果说今天我们年比较少的话 请问哦 我有四个年的资料跟二十个年的资料 四个年的资料你会用直条图还是折线图 还是随便 对不起我的字典没有随便哦 我们可以为了那个也许哦 你不相信我们探讨基因的问题哦 差了0.0001 那就你知道差了多少个基因吗 好 所以那个p value我们0.05对我们来说太大了 太大了 我们都算到那个0.0001 我记得是这个数字万分之一 好 那最重要的重点是 我们现在我跟各位分享就是说 直条图还是折线图没有随便 如果如果四个资料点 因为我的资料我知道只有2013到2016 只有四个年嘛 我现在是不是要做各年的要比较分析 没有人一刚开始要分析月或者是季 一定是先了解各年的销售额是怎么样 所以我只有四年的资料 所以我一定是放直条图 理由是什么 折线图的话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条线 也许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什么线 是哪一种斜线 想想你们是老板 你们是老板 你们希望哪一种线 一定是左下到右上 对不对 对吧 就是我 我例如说 假设你是学校招收学生的老师 你会不会希望学生越来越多 一定是这样子吗 我们就希望销售是越来越多 可是只有四个点 这样画起来好像是一条线 这样就不好看了 所以我们会用直条图来去呈现 好 所以第一个我选这个群组直条图 接下来订单 用勾的 用勾的会吗 在这个地方 请问你哪一个跟年是有关系的 是不是日期 日期有 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有看到 所以我勾订单日期 然后再勾什么 一个文字资料选到了 再选一个什么资料 数字资料 这边 数列 销售量 所以如果我是 我是谈招生 招生当然是跟数量有绝对关系 那可是我现在谈的是 各年的销售 所以我就点销售额 马上算出来 好 对不起 这个太简单了 所以我要 我要请你们养成一个习惯 我要请你们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说这个字啊 有看到吗 这个字好小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 请问刚刚那样子的一个交讲 我只有点三个地方吗 第一个 是不是点这个 很简单哦 这么多种视觉画图表 你随便选一种 也不是 我就跟你讲没有随便 第一点它 群组资料图 第二 订单日期 然后第三 销售额 是不是就画出这张图 然后可是 我比较倾向 希望你们学会 就是把这个字 稍微变大一点 所以点选 这个 这个是设计 我要哪些栏位的配置 这个是格式 格式麻烦 请把这边是不是 X轴 请把X轴 这个直射 大一点好吧 大一点 请让财 就是看财务报表的人 能够舒服一点 还有 请问你 还有这个我觉得 X轴的 那个颜色 颜色 色深一点 我还是喜欢黑色 好 那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这个Y轴 刚刚有X轴吗 好 那我们先来看Y轴 Y轴麻烦 请把这个自射大一点 自射大一点 然后 这边有看到 色彩改成黑色 对不起 我改错了 我要改的是 Y轴里面的色彩 是黑色 好 那 你不用刻意 你不用刻意 说 这个后面 为什么不呈现 六个零 这样子的呈现 是视觉化分析的特色 一目了然 四百万 如果很多个零 还要别人去算 你总共几个零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 四个百万 这是从英文来的 大陆人虽然也讲 什么几个亿 这都是从英文 翻过来的 几个千 几个百万 OK 提供给你们参考 可以吗 好 所以 我其实只有 这边你要是听不懂 只是格式的设定 但是我觉得 这边这张图 把它做出来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画 直条图 然后来去做 各年销售的分析 所以我们从 如何做资料分析 建立一颗思考 就是会分析的头脑 这真的很重要 再接下来 画图了 我们现在来观看 另外一个重点了 就是说 现在这是一个连续资料 不可以排序 可是我们总会希望说 各年 它的产品销售 是怎么样 假设我们希望 借由这样分析 那其实 这个是各年的销售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 各产品的 一个销售 然后到时候 两张资料表来去 两张视觉分析 叠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去看到 各年各产品销售 好 所以我们再做第二张 例如说我们画原型图好了 对不起 我们游标在这边点一下 刚刚是不是选到这里 如果你直接点原型图 他就直接把图标改了 好 所以第一件事 在这边空白地方点一下 第二我是不是要各产品 各产品 所以呢 我就先把产品类别 产品类别 我先勾这个原型图 然后产品类别 接下来销售额 它是不是就帮我算出来 算什么内容呢 好 一样我稍微把这个 这个内容稍微放大一点 例如说 这个值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应该叫做标题 然后标题里面 我们把这个字啊 稍微放大一点 那你一定会说 这为什么叫标题 好 你看一下 这个标题文字 文字大小 好 还没变大 这边应该还有一个叫做详细资料标签 看一下 这个详细资料标 就是标签 对不起 应该讲标签位更适合 那个标题是这个 标题是这个 那当然我们也会想说这是分类的标题啦 好 标题标签其实是差不多的 你就去找这里面的标题 好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看到什么 这个是不是产品类别的销售 对不对 有看到哦 这是各年的销售 这是产品的销售 可是现在看到都是种植 全部资料都放在一起 全部倒进去来去做分析 那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点2016 他就直接给我看 2016这三个类别产品的变化 看得出来吗 谁最多 黑色的家具最多 那2015呢 技术最多耶 请问这算不算是一个问题 这老板 如果我是老板 我就一定会问 为什么2016年 家具最多 对不对 就是 我会这样问 就是说2015年哦 你看2015年 技术最多嘛 对不对 然后2016年 变家具最多 看得出来谁最多吗 是不是来比 看谁在最外面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你要知道老板在想什么 看这个图书就可以了解了 当然 你资料科学家 可以指手这天 不给老板看 仪表版 你各自给他看两张图 那是以色雅 可以了解吗 请问一下 左边这张图以色要画得出来吗 可以哦 你不要点头点 以色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是不是都在看这边 所以只有这边有回应 这边都没有反应 请问一下哦 左边那张图以色做得出来吗 做得出来 右边那张图以色也做得出来吗 可是 可是 联动也是要做不到 你可以指手这天 不给老板看联动 但是 我要告诉你 老板最需要的就是联动 他就一直在思考 我的顾客在哪里 对老板来说 绝对会比他的员工在哪里重要吧 这样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哦 请你们以后 请你们一定要跳脱 以这样那个框框的思维 然后进入到大数据分析的领域 他一定会追问你的问题 你不会想说 我对 我就是要分析这些给老板看 老板才会觉得说 你在做对的分析 可以了解哦 好 所以请你们 请你们 请问一下 这张图很容易画吧 对不对 其实我们先画出 这个 各类产品 各类哦 我们先不要看指分类 每天各类都不知道了 你还去看指分类 对不对 我们先看各类产品的销售 这个 这个 各类产品的销售 来去点这个各年 通常我们只比今年跟去年了 你去看这两年 你就会知道说这边的差别了 好 这边产品 请你们现在来去做各类产品销售 好 我们接下来要去做地理分析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想要去做地区 地区 那你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国家 这是属于地理资讯 或者是说 我要知道我各个城市 这边不是有城市吗 好 所以我是不是勾选城市 那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种地图 至少这边有区域图 全球地图 这边还有比较特殊的地图 但是要考验 考验我们的网路品质 所以我点它 然后这边请勾选城市 它会直接 透过一个外部的工具 然后接下来我再勾选这个销售额 我就可以看到我的所有的城市 我先点 我先打开 打开到一定的程度 还不如开这个 点它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放大 再放大 好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地区 地区比较不好 或者是那个城市比较不好 举例来说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北区 对不对 台中有北区 好像台南也有一个北区 日本也有一个叫北区 那你说指的到底是哪一个北区 所以最好地理分析用经纬度 我只是提用给你们参考 因为中文有很多地区名称会重复 但是经纬度不会 经纬度是不会的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是不是有大大小小 所以我们也该了解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了 首先第一个有看到位置 位置一定就是地区 或者是你放经纬度 或者是国家名称 那个省限制之类的 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有纬度啊 精度啊 因为这边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就不能放 但是有纬度跟精度 画出来的地理分析是最清楚的 在接下来 在接下来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尺寸 有尺寸 这意思是什么呢 这意思是指说 假如我现在 假如我现在哦 我销售额越高 销售越高 圈圈越大 好了 请问一下 你看到这张图 你看到什么事情 有没有看到 好像那个大圈圈哦 或者圈圈密集度 沿海地区 跟什么 内陆啊 其实好像是散步型的 可以吗 请问 如果你今天你开超市 你都集中在三丈好 还是散步在全台湾各地 比较好 还是在全部都集中在都市中心 全部吧 就是散步到各个地方 或者是说 假设你今天主题 我就只要针对这几个重要城市 看你的一个公司的目标策略 可以了解哦 好 那因为我假设我要做的是全国超市 那这样散步是比较好的 再来 喜欢大的圈圈集中 这边其实它都不是这个地方了 请问一下 大的圈圈有看到吗 这个最大 上海 上海有看到哦 最大 这边有一个不低的 西安啊 好 然后这边 这边这是什么 深 广州 广州 这边这大圈圈 青岛 可以了解哦 好 那我这样子刚念的几个城市 我会觉得 好像沿海的大圈圈比较多 内陆的大圈圈比较小 比较少 有看到哦 你今天画出来这个图 你要会分析哦 你不然说啊 这张图跟直调度 横调度不太一样 然后不太了解它的分析意义 因为这边叫做地理分析 光地理分析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专章了 好 其实你们 就是 我点回去这个 返回报表 我只是做了什么事情 就是 那个 选这一个 然后 有同学问说 哎老师 为什么我的 为什么 我的 就是 呃 视觉效果 没有地图 我就跟你讲 因为可能有更新的功能 你没有更新 因为它要是一年前装的话 可能就没有这项功能了 好 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然后 接下来 第二个 选程式 第三个选销售 就画好这张图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点它 这个地图会直接跟着改哦 这地图 那个 轻券大小会跟着改 这样 大概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 照样可以去做这个地理分析 地理分析 不过 比较 可惜的 它不会直接联动到 呈现 视动的大小 好 来 请你们 现在动手来 去画地图 去做地理分析 那如果网路不好的话 这一段 我们就必须要跳过了 因为这一定要用网路 好 所以会画图嘛 画图 就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了 好 那我教 教第二个地图好了 来画面就用一下 因为我上次来好像是半年前 对半年前 来画面就用一下 那我们 那我们 好 我们画另外一张图好了 在这个地方 点一下 我们选这张图 这张图 这是标准的地图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直接点 城市 跟什么 跟销售额 可以吗 那这张图 我就暂时先移除掉 你看这 不是也是刚刚 我点到最大化 可以吗 返回报表 然后点它 这边要花一点时间等哦 可以发现这个圈圈有大 上海 点它 好 请我们赶忙参考一下 用最标准的地图 来去做地理分析 我们先来画一张很简单的图 我们先来画一张很简单的图 因为 这个画图很简单 这没有什么好教的 了不起就是 假设你今天要去画 你要理解说 为什么要去画 例如说这个综合图 环圈图 了解这些散步图 散步图还会可以加那个动态 动态 这个我们就是半年前就已经教过了 那地图 好 大概知道这些事情 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 散步图 因为我觉得大家要有这样子一个概念 就是说 请问一下我们客户是不是很多 客户 好 例如说我就直接点这个客户 客户的名称 然后接下来客户的销售 然后因为这个字是不是很小 所以呢我可能会希望做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客户啊 这个客户 我们是不是针对他的字稍微放大一点 例如说这个上面的标题 资料行标题 设大一点 然后这个是值 然后这个是值 这里面的值 这个值呢 这个值 我们的文字大小 也设大一点 然后请问一下 这样子一个资料内容 我们是不是应该按照销售额排序一下 销售额排序一下 所以我们这样子大概可以了解 这是由低排到高 顶一下 所以我们这样子就排序来说 我们的客户哦 徐禅 他是一个什么 他的销售是什么 他是我们最主要的客户 黄磊 田磊 流明 所以这张资料表应该很好做 可以吗 这张资料表用的是他 资料表 可是请问一下 你只是做出这张图 画出十个主要客户 请问我们需不需要知道 那个哪些是奥客 或者是哪些客户 跟我们公司销售额很高 获利很低 这张图我们就蛮适合用散步图来做 例如说 这边我就直接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是不是可以 呃 去做什么 去做 所谓的销售额跟 利润 利润在哪里 这个地方 就是你要有两个数值 然后接下来请问一下哦 我这 X轴 Y轴 X轴是销售额 Y轴是获利 但是我们现在是以客户名称来区分 客户名称 可以吗 那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画出这个散步图 这应该都很简单吧 就是散步图 它比较特殊就是要用两个数值 一个文字 是不是也可以画出来 对不对 可是我们更想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更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哦 请问一下 这个区块的客户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区块的客户代表什么意思 销售额高 利润高 这是不是好的客户 那请问 这个区块是什么意思 利润低 听到这三个字 就老板就开始 眼睛张很大了 听得懂吗 如果万一 如果你想不想知道 徐禅在这一区还是这一区 当然想吧 当然想 如果他明明是我们主要客户 结果 结果是奥客 你还要中秋节送月饼给他吗 我只是要告诉你了 你现在应该想要知道这件事吧 我就想要教你说 那徐禅到底在这边还是这边 因为 因为在等一下的过程中 我想要介绍一点分群的概念 让你了解 因为分群是极细学习 可以吗 请问这张图会被设 会被做 会哦 这张三部图 也会做 请先做到这边 我们先把这张图做分群 这张图做分群是什么意思呢 也许我们这边会分出一群 这边会分出 希望分出一群 假设我们分四群好了 怎么分四群 所以这边有看到这张资料表 对了 稍微先把 x走啊 x走字稍微变大一点 y走呢 字也大一点 这样让大家比较 好像看比较清楚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点点点 我真的不太喜欢教你们上面的功能 我现在想要把这个散布图分群 分群 分成这个是一群 这边是一群 这边是一群之类的 好 怎么分群呢 在这个地方 自动寻找 重击 clustering 非常的重要 然后接下来 假设我分成四群好了 依照现有的客户 分成四群 确定 他就开始帮我去做处理了 有看到吗 这边的客户你觉得好不好 这是好客户吗 那请问你 这边这个黑色 黑色 这个好不好 不好 这边还好 这边还好 对不对 这边非常不好 太不好了 为什么呢 对 销售量很大 利润很低 可以理解 好 那你更可能关心的是 徐禅在哪里吧 不是你 你要记住 如果你想要变成老板 如果你想要变成老板 真的麻烦你就是 去听那个大师清中读 好 一天听一本书 15分钟就给你大师的精髓 有一个 这个大师清中读 他就收集了全美国 畅销百万以上的书籍 一定要达到这个畅销量 然后呢 就是 好像大陆人把它整理 还是把那本书精髓 整理出来 15分的演讲稿 讲给你听 一天你听一本 你去多吸收这些财经观念 然后你就会了解老板在想什么 好那接下来 你看我是不是就点徐磊 对不起 徐禅 太怀念徐磊了 请问这个客户好不好 差强仁义 但 但 还好 对不对 可以吗 你觉得这张图重不重要 你可以 以色尔做这张图 你可以什么 这张图以色尔做不错 因为翻询他做舞蹈 但是 POWERBI做得到翻询 好 当然 你可能可以去看 黄磊 黄磊在这边 还好我们的主要客户 还好我们主要客户 几乎都在这个地方 合施 图利 总会有奥克吧 找我看 你当然可以用Ctrl鍵按住 这样子 可以 绝对可以的 好 你看哦 你看这个 这个太重要了吧 你总想要知道这个人是谁嘛 对不对 好 点他 这个 这个你看 销售额 对不起 我必须要把这张图 这张图 这张图 这边是不是放销售额 顺便把利润 利润也 看一下 看说他画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例如说我点这一个 你看销售额好高哦 但是什么 利润 哇 居然是负的耶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你觉得重不重要 好 刚刚介绍到这个主要客户 主要客户 主要客户 然后这个主要客户 他跟我们的一个销售额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我们都可以从这张表来去看到 可是你看这张表 看这张表 如果说我们没有搭配这样子一个属性 好 你可能会有一种情形 就是说 你不知道这一个客户跟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到多好 你也不知道这个客户是奥克等级的第几级 我想在ecell里面 你绝对可以做出这张资料表 那又怎么样呢 那如果有了这两张资料表的一个联动 我是不是可以马上把客户又再分成好多种不同的等级 这样子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分析结果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想我们一定要谈到这个比较的部分 因为在时间这边我们可能比较什么呢 比较那个 例如说今年跟去年的一个销售之间的差别 那我们就先来算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内容好了 我们假设不做任何的计算 我们来去看一下哦 我们先教你如何去做2016跟2015年的比较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先来去画画一张图 画什么图呢 画这个先看直条图好了 群组直条图 然后我希望是2016年跟2015年的一个比较 这张图 所以我就会去勾什么 订单的日期 它的销售额 好 我们现在这张图我想大家都很会画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多了几个比较特殊的东西 这个 这非常的重要 首先 首先介绍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下探 这都是探索 只是这个探索呢 这个探索是单一性质的探索 例如说我想要知道就是2016年 所以点一下它 它就会直接让我看到2016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因为年下一个单位是不是季 然后假设我想要去看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1月很低 第四季对不起 第一季很低 第四季很高 所以我们可能看一下 这边 这边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这边有看到 可以发现 因为 假设我们今天回上一层 123 好像 好像我们去看一下第二季 是不是发现4也很低 所以 原来可能真正公司的一个 对不起 淡季的结束呢 是4月结束 然后接下来5月才开始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这一个向下探索的方式 来去观看我们的资料 可以吗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向下探索的方式 那我们 假设我们现在点它 就是取消嘛 取消 取消 然后往上 往上 是不是又恢复到了 年 我先把这个标签 改大一点 好 这样子 2013 2014 如果说我今天我对2016年有兴趣 因为它最高 所以就点选向下探索 然后点它 这样是不是可以看到 由小到大 这边是不是很大 来 请你先完成 这样向下探索这件事情 来请你先做第一张很简单的图 什么图 就是一个订单 应该说销售统计 销售统计 各年销售统计 然后可以透过向下探索 可以去看到这样子的关系 好那接下来呢 我要介绍左边那两个 这是图表的探索方式 可是到时候我们是要希望你写程式 写韩式 把它全部算完 因为一定要会算这些东西 来画面借我用一下 那接下来这边探索完毕 好我们先回到原状 刚刚这边是单一性的 就是说2016 只看2016里面的资料 可是这个是看连续性 什么叫连续性 日期它有连续性嘛 所以我们就点这个 现在你只能点这边这个 这个 好那你要了解 这边是两个独立 这边是连在一起 这两个又有什么差别 好吧 假如我现在不说 我现在就直接点它 有看到哦 这个季度一 季度二 季度三 季度四 请问这个季度一 跟刚刚你在这边看到的季度一 是差别在什么地方 刚刚我说过 这是只看一年 只看那一季 只看那一月 对不对 好我先回复原状 点它 这个 只看2016年 只看2016年的第一季 只看2016年的1月 有看到1号到31号的变化 可以哦 只看那一年 专一 只看单独那一个时候 可是如果 我现在先把它关掉 我现在我点这个部分 点它 这边不是 这边是一个嘛 这边是两个 两个是不是并在一起 有看到并吗 两个 就会想到并在一起 那并在一起 我是不是点它 点它之后 这个代表2013年的季度一 加2014年的季度一 加2015年的季度一 加2016年的季度一 加2016年的季度一 因为它是并在一起 可以哦 刚刚这边是不是只看单独一年 现在是四年的季度一 全部加在一起 再往下去看 四年 各 第一个月 是不是全部都加在这边 所以请问 我们这样子看到这张表 我们大概就知道说 我们公司哦 123 4 7月 这几个月的销售额是低的 这可以去做什么季节性的分析 这可以去做什么季节性的分析 我刚刚这边 我是不是可以点选这个 因为这个跟这个应该你可以了解 这是单一年 这是四年 好 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这上面是不是有画一条横线 点它 它就变成什么了 从头到尾排排站 因为你这边一定要显示 每一年每一季每一个月 有看到哦 所以 当我点一下是不是要记 它变成一个连续性 2013年第一季 2013年第二季 2013年第三季 2013年第三季 一直类推 所以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大致上看到一个事情 就是 2013年是逐步增加 2014年的第一季 有看到吗 掉很低 请问一下 如果您是老板 你会不会去研究这之间的差别 就是 当你看到它的时候 你一定会想什么 为什么 可以了解吗 12月 12月跟1月 落差太大了 如果您是 管财务的人员 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敏锐度 那 是不是跨年都是如此 您看一下 2014年的第四季 跟2015年第一季 有看到吗 公司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请问你2016年 可以吗 这样子一个内容 你会不会觉得 应该 是大概到这个地方 我猜了 因为 第一年在这里 第二年在这边 第三年在这边 第四年 那是不是 第五年的第一季 可能在这边 要我猜的话 你绝对不会猜 可以 第四季 前一年第四季来的高 可以哦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问 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图示 因为它是不是有一条横线 就是 连续从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然后隔一年第一季第二季 连续性 所以这边全部都是连续性 只是 只是它这边连续各自的资料放在一起 这是连续 全部展开 让你拍拍看这个连续性 好 请问 这三个图示应该都了解了嘛 所以请你玩一下 动手来去玩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要继续来去思考 就是 这是我们既知的一个资料 然后也掌握了一些问题 那我可能就会希望知道就是 2016 2016 跟2015 之间的一个比较差异 举例来说 你看哦 假设我今天 我要分析 我用折限图来分析 点它 点它 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同学问我问题哦 非常容易去做比较分析 但是这边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去想通 想不通 你又想学 那你就下午跟我回去杨明大学 你就坐我旁边 在那边好好想 真的 真的 我很快就做完 两年的比较分析 几乎每一个报表都会要求你去做近两年的分析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首先我用折限图 折限图 折限图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去 呃 画 放进去那个 这两年 这两年的 资料 所以我先勾 所以我先勾 订单 日期 跟销售额 点它嘛 对不对 然后 订单 日期 销售额 然后 我要的是什么 两年的比较 两年 所以请问我这边 我这边我要怎么样呈现 它就会变成1月2月3月4月 我要点哪一个 这一个 还是这一个 是不是中间这一个 1月到12月 第一个 第二个 是不是就变成1月到12月 对不对 对吧 1月2月 我把字放大一点 所以 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 往下探索 X轴 把直射大一点 这边是不是 1月的直 2月的直 可是这个1月 这个1月是什么的 1月 是不是 2013年的1月加 2014年1月加 2015年1月加 2016年的1月 好 所以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点了 这一个 点了这一个 往下探索到1月 那接下来 我们点回去 我是不是希望说 它分成4年 所以我就把这个订单日期 搬到图利 图利它就会分成什么 2013 2014 2015 206 这边订单日期搬到图利 那我要的是折现图套 这个折现图 这个折现图 订单日期呢 请改成日期阶层 这个刚刚不是日期阶层 刚刚是日期的资料 好 我要的是日期阶层 就是我要呈现 这个 是不是 2016年 因为这边告诉我的嘛 啊 一样吧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不是X轴 也不是Y轴 这叫图利 所以图利 图利 的值稍微放大一点 有看到吗 我要的是2016是黄色 可以哦 请问 这张是不是 比较 你可以做四年的比较 那 老师 你刚刚说我要做两年 因为其实你比太多年 你画出来图如果太多 让老板来去看 他也会觉得不太好看 所以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工具 交叉分析三选期 然后我就直接选订单日期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勾 2013年 例如说几月几号 好 例如说我要20 算自己数 2015年的1月1号 他这边就只剩下两条 这2015年1月1号到2016年的12月31 这边你有没有发现 我重点是要比两条线 然后是不是可以比较出一个差异 发现什么事情 发现2016年的11月 比去年同期低 其他个月都比去年同期高 可以吗 这只是一个做图 做图的呈现 我再一次的强调讲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画出来 1月到12月 我用的是什么 是不是第二个 第二个 然后123 一直换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把这个订单日期 又重复的放在图例 图例这地方 我必须要切换到日期阶层 切换到日期阶层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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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接下来 我们先存一下档好了 点选储存档案 假设我存放在低词别基底下 我就直接取名 叫做 叫做 应该说是 超市 那个 资料分析 假设我加一个日期 然后 点选存档 那 稍微注意一下 它存的档案 这个档案叫做 PBIX P是POWER B是BI 的那个B 有看到 BI X 你看到DOCX 是不是最后一个 也有一个X 你知道那个X 是什么意思吗 DOC 的 那个最后一个是X 那个是XML 的意思 他们后来的一些档案 其实都可以跟网路 去做一个连结 存档 存档 因为很简单 所以我们就不请你 直接做 但是请你等一下可以把它存档 起来 那我们接下来再新增一张资料表 我们接下来就谈一下函数好了 那 那 在这个地方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假如说今天我想要去做那个 假设啦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销售人员 地区 地区 好 当我点了地区 我改成资料表 改成资料表 那我可能会希望算出来 地区的什么 销售额 这张销售人员的地区的销售额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呃 我先把这个 直射大一点 方便大家来去观看 好 就是中南地区 然后多少 这个 资料 资料行标签 我把这字稍微再大一点 好 就是地区 我可能想要知道说 我们这个超市呢 就是各地区的一个销售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 针对这个销售人员 我们会希望 把这个值给算出来 那接下来我就要教你怎么算这个值 好 算这个值的一个方法 算这个值的方法 首先第一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点到这个销售人员这里面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首页 有最右边这个计算的部分 有新增量值跟新增资料行 好 那请问你 请问新增量值是增加几个值 新增量值是增加几个值 一个嘛 新增资料行是增加几个值 没有几笔记录就增加几个 例如说 这边我们点选 这边 我们点选这个订单好了 哇 假设订单的笔数有1万笔 对 我给你们的资料 这边 其实不是我给的 这是委员公司给的范例 好 这样子的资料内容有1万笔 他就会整栏最右边 最右边他就会新增一栏 然后全部把资料算出来 那就会有1万个资料 可是我现在 我现在请问我要算的是什么 我要算的是中南这个值 西北这个值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就点新增量值 点选首页新增量值 可是他有时候会跑到别的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这蛮讨厌的 好了 来 重新点一下这个地方 重新点选我们的销售人 这个先最小话 好 点到地区 这 这样子代表说我选到地区 可是我不是真正要去点这个前面的部分 好 我只是希望说他首页新增量值 是增加到这个销售人员这边 那请问你 这边是不是 这个名称 名称 名称是什么呢 如果都叫量值不好嘛 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名称 叫做地区销售额 地区 销售额 销售总额 销售总额 真的 真的要注意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输入SU 后面 是不是一堆 对不对 用选择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教你的方法 用选择的方式 就是上下调整 我是不是要用方向键往下选 是不是选择 选择我要的 ACUM 然后他这边会告诉你 可其他告诉你的是什么 英文 他说增加 增加什么 所有 他会有这一个栏里面的一个值 就是做加总 做加总 然后TAP 销 接下来你有没有发现 他会直接问你说你要加的是什么 请问是不是我们订单那张资料表里面的谁 订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销售额 对不对 订单里面销售额 TAB键 我一样是用方向键上下调整 再用TAB键送上去 然后又刮壶 接下来按一下Enter键 那请问你我这边是不是多增加了一个 计算 产生的栏位名称 这是不是叫栏位名称 然后接下来记得 这个地区销售额要打勾 是不是就产生在这边了 这就是我在这个地方 先让你们知道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计算 怎么算 好就是用ACUM 可以吗 我们请你先动手学这件事情 请你们现在自行操作完成各地区销售额 另外一个内容 例如说订单好了 订单 请问一下 订单这里面是不是有销售额 可是它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折扣 那所以 所以这个值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这个地方 销售额折扣 因为有的有折扣 有的没有折扣 所以真实的销售额是多少 对不对 这就值得我们来去研究了 真实的销售额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真实销售额怎么做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点这里面 点这里面 好 假设我们算真实的销售额 所以反正就是新增资料行就对了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 我是不是希望在右边 在最右边我新增一个资料行 所以邮标移到订单里面随便一个 然后新增资料行 那这资料行应该叫做真实的销售额 所以真实销售额 真实销售额等于什么 这个销售额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怎么样去呼叫这一栏 现在是不是就一个重点了 就是我要知道说 我要用哪一张资料表的哪一栏 这是一个关键哦 请你不要忽略了资料表 因为这边你是不是要先呼叫 订单里面的资料栏 所以先输入一撇 可是有时候 有时候 当你输入这一撇 一撇在哪里 Enter的左边 有一个一撇 然后如果出不来 如果出不来这个东西 因为出来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上下方向键来去做选择 对不对 记住我教你的方法 一定要选择 因为打字你会漏打 最好是用选择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点选用上 可是有时候万一这个没有跑出来 长这个样子 万一啦 好 我教你个小paypal 因为真的有可能他非常吃我们的记忆体 所以按一下空白键 然后再往前 他就会出现了 好 这个小paypal 真的你们一定会遇到 好 等一下就会有同学 几台电脑就会遇到这种情形 就是打了一撇对不对 这个东西没有跑出来 这个相关的 订单是不是相关的 好 这个栏位名称 资料表名称没有跑出来 这个时候呢 你就按一下空白键 然后再往前backspace删除 他就跑出来了 好 接下来我是要选 订单底下的什么 销售额 然后tap键 乘什么 乘 乘不要忘记了 乌乌 乌乌 1- 1- 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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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是不是要选择这一个 订单资料表里面的折扣 所以 一撇 订单里面的折扣 然后tap键 又刮糊 这是不是就是真实的销售额 而且用什么新增资料行就做出来了 好 记得按一下enter键 然后我们去看最右边 最右边是不是每一笔记录 它都有算出来 例如说 这个125.44 这因为没有折扣嘛 所以就125.44 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是不是可以帮我算一下 都没有折扣 有了 有了 绝对有 好吧 那我就直接排序一下 例如说有 有什么 地增排地减 地减 地减 我就把折扣排到最上面去了 对不对 你看 44块 44块 大 折扣了80% 所以是不是只剩下8.9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每一笔记录全部都有算出来 好 可以哦 新增资料行 我就介绍到这边 因为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请问它的排名怎么算 我们今天就交到排名结束就好了 因为光排名 光一个RANKX 我们就要花十几分钟来教学 我刚刚已经把最简单的函式SUM教了 我们其实在大数据分析 没有人在算SUM 我们都是在算那个SUMX RANKX 反正后面都多了一个X 好 所以我现在就要教你这个RANKX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我现在要请你们做的是那个排序 排序 可是我要知道说 谁是第一名 谁是第二名 谁是第一名 谁是第二名 这件事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算出来 中南是有一个值 中南地区有一个值 西北地区有一个值 西北地区有一个值 所以我们绝对可以把这些值来去做RANK 可以哦 好 所以我们来去算出来 哪一个是第一名 哪一个是第二名 好 那怎么算呢 怎么算 请问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用新增量值 在哪一个资料表里面 在销售人员地区这里 好 我就直接点首页底下的新增量值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这边应该是地区销售排名 地区 销售排名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我用的韩式叫做RANK 因为其实如果说你椅子要比较熟的话 你大概都知道韩式是什么 可是 这边它多了一个X 其实你仔细去看一下 有没有RANK 这个函数 没有 只有RANK X 然后它又是写英文 你又看不懂 对不对 好 我们赶快叫出来 它在这个地方呢 它说我们必须要放一个TABLE TABLE 还要放一个运算式 然后接下来 这里面是数值的资料 然后排序的方式 递增还是递减 好 所以我们先放资料表 资料表是哪一个资料表 是不是 选这个OVER OVER底下的什么 订单 OVER底下的销售人员 对不起 销售人员 所以往下选择 销售人员 我是不是要选到资料表 因为它这边是不是说 要选择那个 第一个RANK 查第一个要放TABLE TABLE 这叫TABLE可以吗 订单TABLE 退货TABLE 然后那个销售人员TABLE 然后因为 偶尔 左刮壶 是不是要有一个右刮壶 右刮壶 对应 所以右刮壶 然后 豆泡 这样是不是就算出来这个TABLE TABLE 接下来要放什么 EXPIRATION EXPIRATION 就是运算式 运算式 是不是就刚刚这一个 就是 我以地区销售总额来去做计算 好 所以 怎样去呼叫出来 那一篮 好 一撇 一撇 当我点了一撇 他这边 他会自动判断 我刚刚是不是选哪一个TABLE 是不是销售人员 所以 这边他只让我选这里面的 他能不能让我选订单 不行 你排序嘛 请问你 王晓明在国贸系 那个三年A班 那他有没有可能去排到 那个四年A班的那个排序 不可能啊 这样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所以 这边我们要选择的那个 EXPIRATION 只能在这个资料表里面选 好 所以往下选到什么 地区销售额 然后 逗号 接下来是不是Value Value我们可以空白 然后那个 order 也是空白 然后 接下来呢 我们放 由低 排到高 就是 销售额越高的 好 他排成第一名 这个是 DESC TAB键 又刮鼓 Enter 记得哦 要把这个地区销售排名打勾 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这个 这个是第二名 这边是第一名 华东地区第一名 我想我写在白板 不用写在白板上 我告诉你讲义的位置 然后您自己去操作 放在讲义的第几页呢 讲一下RANK 还有OVER OVER是在讲义的第46页 所有资料表 然后RANK 是在50页 50页 所以请你们 请你们要会练习 就这两个函式 一个是OVER 还有一个是RANK X 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 请你务必一定要听懂 请你务必一定要听懂 因为我刚刚是不是做了一个这个地区销售排名 对不对 地区销售排名 它的运算是是不是依照什么 地区销售额的高低 来去做排序的 可是这个地区销售额 我们一定有同学他会这样做 我选资料表 选资料表 然后呈现什么 地区 好我稍微把这个值稍微变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放销售额 他就直接勾订单 因为我已经做好关联了嘛 所以他就勾订单里面的这个销售额 请问是不是做出来一模一样的内容 对吧 那你一定会说 老师我何必浪费那么多时间来算这个值 刚刚你这个值怎么算的 是不是写韩式SUM 对不对 现在这个韩式是 现在这个韩式是怎么算的 根本就没有这韩式 我这样同学 我真的要特别特别提醒你一个很重要观念 请问 请问中南的这一个值400多万 请问有这个值吗 没有这个值 没有这个值 这个 有这个值 这个值叫做地区销售 就是中南地区销售额 这个值代表是什么意思 这个值代表的是 我们资料表里面 所有的东南 是不是很多笔记录 他帮我们暂时算出来的一个加总值 问题是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到时候排序的时候 是依照什么来排序 各位 记住 我们在算rank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要以这个单一的 单一的 这边是不是一 这边是不是一 对不对 这个地区 然后用地区的一个销售额 来去做排序 这边都是一 可是 这个地方的地区 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地区 所代表的意义是 有好多好多笔记录 因为总共才六个地区 可是这里面有 一万笔的订单 所以这个地区 东南地区 代表什么 可能 一千多两千笔的订单 那请问你 他到底要拿哪一个值 来去做排序 来去做排名 他不知道 所以他一定会产生错误 例如说我现在做给你看好了 例如 我一样的做法 我一样的做法 我现在来去做 在这里面 在订单里面 我随便选一格 然后来去做 新增什么 量值 有印象吗 新增量值 然后 假设我这边叫做什么 地区 地区 那个销售 排名 2 等于什么 R A N K X 然后 table 是哪一个table 现在这个table 要哪一个table了 是不是 订单 对吧 所以我就选到 订单 偶尔 里面的 订单 又刮糊 逗号 接下来 运算式 运算式 是不是刚刚我算的这一个 新增 这一个是什么 这个名称是什么 销售额 我就直接 改成 销售额 所以 一撇 的销售额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 重点是 订单里面 这一个 中南 的 销售额 有多少个 是不是一千多个 他到底排名要用哪一个 可以吗 所以 逗号 逗号 然后 选择 DESC 又刮糊 Enter 他就会产生 无法判定 资料 订单中 资料行 销售额的 单一值 请问排名 是不是一定要 单一值 所以 就会产生这个 错误 可以了解我现在 在说什么吗 这边这个 销售额 这个销售额 它 不具有 单一性 可以了解 所以 当我们今天 我们在去算 这个东西的时候 真的 请你们特别 注意一下 特别 请你们注意一下 就是 我们 一定 一定要 掌握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使用时机 来去学韩式 它 刚刚 这边出现的 这个错误呢 你一定要 就是到时候 告诉我 错在什么地方 它一定会提供给你的 一个错误资讯 然后就把 这个错误资讯告诉我 好了 那我想 这大概就是 我要跟各位 告诉你们 就是韩式的一个应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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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